中国建设银行公布2023年上半年的经营业绩 取得纯利按年增长超过3% 建行董事长田国立表示 会持续深化新金融行动 增强服务中小微企业的能力 同时推动住房金融业务转型 中国建设银行2023上半年业绩公告显示 弱得纯利超过1673亿元人民币 较去年同期增长近3.4% 主要得益于新金融行动落地 收入超过4002亿元 同比微降0.59% 每股收益为0.67元 其内经期差1.79% 经历差1.6% 均下滑30个基点 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超过706亿元 同比增长0.5% 此外不良贷款率稳中有降 落得1.37% 当中房地产业贷款余额超过8330亿元 占比微降 资本充足率为17.4% 获备覆盖率上升至244.48% 方方贷款和电款金额上升至约22.4万亿元 江豪董事长田国立回应凤凰卫视 询问新金融行动的程孝水表示 其间建航持续以金融科技做引擎 支持新金融行动落地 推进普惠金融战略 普惠贷款余额从2017年末的4000多亿 到了2023年6月末的2.86万亿 就增长它是几何技术的了 增长了6百多 余额占比从3.4% 3.4%上升到了13.4% 不良率从7%到8%下降到1.27% 而且它是下行的 所以这个给了我们细心 值得注意的是 7月底中国人民银行发布 国内首个数字普惠领域金融行业标准 并以建航数字普惠模式为业务规范篮本 同时建航的汇董你普惠金融生态服务平台 入选G20数字创新金融产品实践案例库 获得国际社会认可 对于早已布局的租房租赁战略 田国立指出 建航逐步减少房地产开发贷的占比 推动租房金融业务的转型 当前国家支持租房租赁市场发展政策导向 进一步的明细 建设银行布局早 能够更好地把握政策机遇和市场红利 下一步建航将继续参与房地产发展的新模式 也就是国家提倡的租购并局 租房制度建设 积极为特大超大城市 城中村改造提供配套服务 配合各地政府住房保障等需求 其内建航还不断下沉服务中心 加大脱贫地区信贷投放力度 助力乡村振兴 风华卫视张又人香港报道